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飞跃 北京车展 上海车展 成都车展 广州车展 都成为了世界各大汽车厂商眼中的肥肉 中国车市成为了肥肉 那中国车展上又怎能少得了肉呢 相比起中国车展上的肉模 2013洛杉矶车展上的金发美女 可就真心落爆了 为官无罪 吐槽有礼 这里是集天下英雄 神吐槽神回复的时事评论节目 身在曹营 我是营长理想 说起这车 那可是男人的死穴 就像这个女人 看见包和鞋一样 立马变乖猫 对这些玩意儿 天生没有抵抗力 很多男士们 每年都期待着火爆的车展 能面对面 近距离欣赏 他的性感线条 和完美的曲线 你别想歪了 咱们说的 那可是保时捷 2014的新款 怕哪摸哪 被誉为北美三大车展之一的洛杉矶车展 目前正在时尚 性感的美国西海岸城市洛杉矶举行 为此 很多看过中国车展的朋友们 也特地去检阅了一番 可是出来之后都说 这车展太专业了 没意思 这车展专业点 它不是好事吗 怎么着还没意思了 咱们就先去洛杉矶的车展上 串一圈 2013洛杉矶国际车展 自本月19日起 在坐拥8万平方米的洛杉矶会展中心举行 各大汽车厂商都带来了他们最新的车型 这个以奢华 环保和未来趋势作为核心理念的汽车盛会 每年都会吸引百万人次的参观者 每个展位上都有来自不同厂商的专业人员 为前来参观的人士 细心讲解每款汽车的设计和性能 并专门为孩子及成人们开放了试驾式的环节 如此说来 这洛杉矶的车展的确是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非常专业的国际性车展 可是有的人就不乐意了 说这也能算专业吗 车展上最重要的东西它都没了 这车展还有什么意思 你看看咱们中国那车展 那才叫一个国际路线 于是我就赶紧对比了一下 这中美车展之间的区别 好吗 没费什么劲 很快找到了这位仁兄所说的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呀 车魔 近年来 车魔开始逐渐成为中国车展上的主角 大胆的着装 出味的裸露 完全盖过了各种名车 豪车的风头 成为展会上的唯一焦点 每当会场上出现穿着暴露的车魔 疯狂的人群总会立即蜂拥而至 在令人窒息的拥挤中 各种长短镜头毫不客气的对准模特们的关键部位 而车魔们更是怡然自得 大打方方任人拍摄 身材火辣且敢于裸露的车魔往往一炮而红 身价暴涨 有人甚至每次出展都可赚得高达几十万元的巨额报酬 然而在美国 车魔们的着装相对保守也较为职业 一身OL装扮站在车前 目的是为了给观众们讲解相应车型的设计和性能等信息 美国的车魔大多需要在车展前进行专业的培训 只有对所属品牌的汽车有了相当的了解 才有资格站在展台之上 看完了视频才知道 中国的车魔们真是热情奔放 面对成百上千的镜头 是从容不破 胸有成竹 大家看看 社会在进步 几十年前的老观念 现在恐怕是靠不住了 现如今想要吸引顾客 少不了一个字 LO 年轻女孩想要一夜成名 还是一个字 LO 这可不是我说的 曾经有位车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过 说不穿的漏一点 我都不好意思叫车魔 您听听 这竞争多激烈 有了干碌碌 就有湿碌碌 湿碌碌还没火透呢 毛碌碌他又跳出来了 您看看人家这更新换代 是什么速度 至于展会上有什么车 甚至是有没有车 那些都不重要 说是车展 还不如叫陆路展 话说就前两天 爆出了一条新闻 说一对重庆的夫妇 到民政局去闹离婚 就是因为这哥们 在车展上多看了车魔几眼 你说这事 要不怎么说 这洛杉矶的车展 它是裸凶车展 没有胸器 没有钩 也没有毛 只有赤裸裸的专业讲解 中国车展变成了肉展 胸展 陆路展 不知道这该算是汽车的悲哀 还是车魔的悲哀 按说这美国人 他应该更开放 更大胆 更追求性感 但是人家认为 这车展 它就不是一概楼的地方 你要是想看点肉 胸 毛 什么的 您得去人家那城人展 那地方可是民文规定了 不到18岁 压根儿甭想进 难不成 以后我们中国这车展 也要搞一块 18岁以下 免进的牌子吗 您这不是笑死同行人的节奏吗 所以这车门的作用 归根结底 是要衬托 不同款型的车 听清了 是衬托的托 中国的车门可好 没人知道 自己衬的是哪辆车 剩下的 也是一个托字 脱衣服的托 莫伯桑曾经说过 在所有的奢侈品中 女人是最昂贵的 这话在今天看来 果然没错 照着这个思路 那中国根本也就不用发展什么汽车工业了 以后高端人士出门的时候 也都不用开车了 每人骑上一车膜 啥牌 路虎 那才叫一个春风得意 羡煞旁人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身在逃营 本节目面向天下英雄开放讨论 如果您有好槽点 好槽文 好槽声 均可以email给我们地址如下 同时 请大家关注侨宝网视频官方微博 把您的宝贵意见告诉我们 微官无罪 吐槽有礼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